而且講到這個過年 大家都會說要除舊迎新 但是呢 要真正做到除舊迎新 原來有個最關鍵的時間點 學偉就要來教教大家 就在除夕這一天嗎 而且這個後續呢 還要搭配一些這個良辰 及時才能夠真的開運 望一整年 因為農年到來 先祝大家欣欣向榮 生意興隆 金銀債報 榮總來 那現在今年大家 已經吃完團圓飯 拿了押稅錢對不對 對 現在就開始在守稅 順便看一下我們突發奇想 對不對 稍後12點的時候 現在最好的時間要到了 指示一到為什麼要幹嘛 你知道嗎 要幹嘛 今年農年就從現在開始 你的財運就開始大爆發了 為什麼 因為現在就要開始接財神 大家很奇怪 你怎麼大年出於接財神 其實大年出於什麼事 以前我們講說三陽開泰 對不對 三元開泰 對不對 三元為什麼叫圓 圓就是一個開始 一個開端 對不對 那為什麼叫三元 一個圓 第一個 一年的開始 春季的開始 一月的開始 所以是三元開泰 所以人家講說 這個時候是最重要的一個時間 對不對 那指示一道 那很多當然是家裡面 如果供奉神明的來幹什麼 跟神明上個箱 你也不用到廟裡面去搶頭箱 在家裡自己也可以做頭箱 好 那接著有些人就把大門就把他打開 你要站在大門口 你要想像說 財神爺剛好來光臨你們家裡面 把很多金光閃閃的那個珠寶帶進家裡面來 這就是迎財神的動作 好啦 那很多人就講說 那你指示這個時候迎財神 那到底有什麼 有什麼禁忌有什麼問題嗎 其實有 我告訴你 指示 今年指示剛好煞南方 所以你家的大門開了之後 如果是面對南方的話 那你就不要把整個大門全部都打開了 如果家人面對南方 不要全打開 不要打開 就開一半 或者甚至不到一半這樣 你還是一樣站在那邊迎接財神爺進來 好 那以前古時候有一個習慣 就是從 其實是二十四號那一天 就送神之後 一直到大年初五 會把家裡面燈光全部都打開 那個叫做照虛號 照虛號 虛號就是說你會燙啦 出來比較燙啦 運勢不好 或者是消耗對不對 你把照亮之後就沒有了 可是我現在是建議從除夕到年初一 把家人的電燈打開 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說真的 我們節約能源也算是功德一見 那剛才講到說 已經拿了那個押稅錢嘛對不對 那大年初一要幹什麼 你除細瞇了一下之後對不對 你就可以開始初一一大早 就開始要去走春 初一要去走春拜廟 走春 叫做越走越春 來年才會春節嘛對不對 對 你要走春的話 我是建議說你可以到廟裡面 順便去參拜一下 拜拜一下 祈求健康平安一切順利 那走春拜廟的話呢 要拜一間廟 我是講說 大家一定要注意 這個拜廟的廟的數 要以基數為主 要拜基數的廟 三間 五間 七間都可以 對不對 你不要一直拜 說真的 大年初一 你還要看自己的時間跟體力 不然大年初一拜到奮鬥 那就得不償失 對不對 好 那今年有幾個方向 是你可以參考一下 就是走春的方向 為什麼大年初一的洗神方 在哪裡 在東北方 這洗神 因為從宋朝開始 就是有洗神方 而且你今年就喜氣洋洋 很多事情都有得意洋洋 那福神方呢 帶來福氣 福神方是在北方 對不對 你如果有時候年紀大一點的人 或什麼天福天壽的話 你就可以走福神方去走 那另外財神方 這個是很多人 現在就是說 我要求財 那財神方在哪裡 在東南方 你就向著東南 為什麼 你就把自己大門打開之後 要自己走春了對不對 我就依照自己喜歡的方向 有沒有 走七步 一二三四五六七 他再開始走那個方向七步之後 再開始往你要去的目的地去走 那今年的走春 即時是哪裡 如果在卯時 卯時五點到七點 早上五點到七點 對 人家說一早 二早 對不對 你就開始 七點正前 你就快出門了 不要再睡懶覺 不要再退 那大年初一有沒有什麼禁忌 有 大家注意 大年初一的話 你不要吃稀飯 你大年初一吃稀飯 表示今年的 哩哩哩哩哩 不要打罵子女 套早就也要孩子 不要拿掃把 不要丟垃圾 最重要的 嫁出去的女兒 千萬不要大年初一回娘家 這會吃空你的那個那個 本來的娘家 那剛才我再教大家一下 往年都會告訴人家講說 其實很多人講說 我今天到底是發財金 錢母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我先教大家一下 這個錢母 你看這個指南公司的錢母 錢母就是母錢 要去追錢的 所以那個錢母 你把他拿回來 過神爐之後 放在那個家裡面的那個招財方 或者是那個什麼保險櫃 或者是櫃檯哪裡對不對 反正你要求財的地方 對不對 你如果覺得運勢不好的時候 你要把它翻回來 財母要滾動 他才會去幫你找錢來 那剛剛講說 發財金怎麼不一樣 我們講說押稅錢 對不對 這就是發財金 我們把錢拿來押稅錢之後 你在背後可以寫一些什麼 好字日盡斗金 金銀滿倉對不對 寫點好話 好聽話 寫上你的名字 出生年月日 地址寫在上面 寫在上面這個錢 我是教大家 其實我們的國幣裡面 剛好就有五行 剛好五行 那兩百塊的 綠色 綠色 木一百塊 紅色 火 五百塊 土 那兩千塊 這個叫什麼 金 這個一千塊 藍色水 你就知道木火土金水的順序 都有了 放在這個紅包袋裡面 有沒有 你就開始放在神案 放在哪裡 等到過完年之後 你就拿去存錢 發財金就是讓你發財的 帶動你的財運 好 那另外有人告訴我 那裡的錢數是多少 大概就是一萬六千八 那可能有人想 我簽車就不夠 還有幫我打冠 沒關係 你可以拿三個五十塊 一個十塊 一個五塊 跟三個一塊 剛好一六八 也一樣放在裡面 一樣是當方財經 過完年之後 拿去銀行 把它存 讓你的積蓄越來越多 好 那接下來有個重頭戲 就是人家說 找一早 找二早 對不對 找二要回娘家 找三 睡到八 對不對 吹息要開始贏神 以前人家贏神 送神找贏神要晚 那今年的即時 贏神的即時在哪裡 在餵食 就是下午的一點到三點 那有時五點到七 七點到九點 七點到九點 天已經黑了 所以我不建議在有時的時候 贏神 天晚上已經沒有陽氣 所以這個時候是不適宜 最好餵食 對對對 那你家裡面有供奉神明 你就可以拜訴告 那很多人以前 有一個錯誤觀念 訴購是什麼 四樣水果 橫肌 訴購叫做適食水果 適食水果 對 硬食的適食 現在生產的水果 那拜這些東西 注意一定要激素 因為激素叫做陽素 神明你一定要陽素 對不對 包括什麼 這個水果 不要拜那個多子水果 像那什麼火龍果 番茄那個不要 人家說賣粿糕劑 賣人糕劍 所以這個賣粿糕劑 這個水果多子就不要拜 菜碗 甜料 清茶 發貴對不對 紅湯圓對不對 全部都要以激素為主 就是要拜 你那拜的時候 以前還有拜金子有沒有 你如果家裡面有神明 可能在門口要燒金子 紙錢 獲金 收金 掛金 最重要叫 這個尬賣 這個尬賣一開始 燒金子錢要先收尬賣 尬賣是怎樣 快遞 我今天就是文書什麼 任何處理的話 尬賣要快一點 尬賣長這樣 就是上面有印一些什麼兵馬甲的 還有兵馬的有沒有 就告訴你尬賣要燒多 七張就好 一張一張燒 馬上就可以傳達了 對不對 那家裡面 以前營神叫做營什麼 燒王爺 對不對 燒王爺在家裡面 就看顧保護你們全家的平安 那現在怎麼辦 在家裡面拜拜之後 先拿一個香爐 燒香擦著之後 全家要到齊 因為家裡有幾家人 那個燒王爺清清楚楚 他上去禀報天庭的時候 才會把你家裡面的人的好事 都講清楚 那現在沒有說燒 現在家裡面哪有燒 瓦斯爐 你當那個香擦下去 燒到一半 超過一半之後 你要象徵性的 就把那個瓦斯爐打開 讓他燒個幾秒鐘 意思是說我照神要歸位 這就象徵性的意義 所以初四迎神 那初五要幹什麼 初五就是要迎財神 對 我們以前常常講說 初四迎神 獨無財 就是我今天初四迎神 對不對 眾神回歸 獨無財什麼 就是沒有財神 財神可能比較晚 他初五他才要下來 對不對 那就拜什麼五路財神 對不對 那可是拜初五迎神的話要找 為什麼 以前人家現在不是很流行 拜五路財神嗎 對 為什麼五路財神 五路財神 以前講說財貨要憑借馬路 有沒有 道路才能夠讓財貨進來 所以才五路 那五路什麼 就東西南北中 對不對 那當然除了現在說 你到廟裡面去接財神 對不對 你自己也能夠接財神 像你說大門 或者是什麼 門口大山的落地窗 以前擺上貢品 開始祭拜 對不對 就是發貴 金金元寶 這些 那其實這個接五路財神 人家講說搶路頭 搶路頭 就是以前我接財神 要炸對不對 越炸越好 趕快把財神接進來 所以紫時的時候 就很多人就開始搶路頭 對不對 搶路頭 迎財神入門這樣 那 那個新 今年的紫時 卯時都是搶接財神 迎財神的好時間點 這卯時五點到七點 紫時就是十一點到一點 那以前初五 除了迎財神之外 他們當天也會吃餃子 為什麼要吃餃子 像元寶嗎 對 像元寶 對不對 那另外是什麼 你知道嗎 那叫做捏小人嘴 捏小人嘴 你今年犯小人還是怎麼樣的時候 你知道嘴角拿起來 捏小人嘴 把它吃下去 就可以去除 今年一整年都沒有小人 會對你的干擾 對不對 好有趣 那大家就注意到說 二零二四年農年 有哪些時間是開工 集日 其實今年新春期間的開工 期日其實不多 所以大家要真的要選好日子 要審慎評估 像第一個好日子大年初三對不對 就二月十二號那一天 那一天的生肖是衝什麼 老鼠 那個薩方在北方 所以那天如果公司要團拜的時候 你屬老鼠對不對 我今天如果要團拜的時候 我就不要走在頭前去 躲在人群的後面 不要往前跑這樣 那薩方在北方的時候 你今天如果那個公司大門 我說在門口拜行的時候對不對 那開工即時要拜行 那個貢桌 我大門向北怎麼辦 把那個貢桌稍稍左右偏移都可以 就不要正對北方就好了 好那接下來第二個那個營 開工的期日是什麼 是二月十五號的大年初六 那這天當然是充孝 充充生肖是兔子嘛 對不對 那可是這一天我也不建議大家在這天開工 為什麼 因為這一天在十二劍興裡面是屬為日 為日 為日是什麼 就可能有危害或可能有危機這樣 聽起來都不太好 對你那一天開工的時候就慎用 小心使用 除非說你覺得說這個危機 我可以把化危機為轉機這樣 所以你就這一天就可以用 那另外第三個什麼 二月二十一號就是大年十二 那一天的話生肖是充機對不對 可是那一天真的是 我認為最好的一個日子 二月二十一 對那一天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那天十二劍興叫除日 除日當然就是除舊不新嘛 對不對 我給他打的東西都已經 叛造了 所以這天來開工的話 我心心向榮 有個新的氣象開始 那那天開工日 很多人就是為了拜五路財神 土地公廟跟地基柱 對那旁邊你如果家的附近 或者公司附近有土地公廟的話 你會發現有很多人團拜 乾脆去土地公廟去拜拜 準備貢品去拜拜 如果拜地基柱拜什麼 或者拜在裡面拜 千萬記得 你如果開工那天拜拜的話 貢桌不可以放在家裡面 不可以放在辦公室裡面 一定要放在戶外 一定要放戶外 對 你不要在家裡拜 拜你如果沒給財神 拜拜出什麼事情 我是不會管 所以這個工作 一定要擺在門口去拜 而且拜的過程之中 拜託你把前門後門全部打開 為什麼 整個氣場流貫 以後你的財源才會滾滾來